年后的我给我留下了一本日记 上面记录着我的未来 但当我打开后 上面的第一句话 竟是让我明天必须去死 然后再立刻杀掉一个人 一开始我还以为 这是谁弄出来的恶比诀 可接下来的内容 顿时让我深信不疑 他先用三件事证实了 这的确是未来的我所写的 后面还用血迹写了一句 一定要杀死命业 接着告诉了我必须死去的原因 明天中午12点 你们会开始觉醒天赋 而你将觉醒一个 史无前例的EXG天赋 一旦你被人杀死 你就可以复制杀死你的人的天赋 我都死了 才能复制天赋有什么用 所以你必须死在一个 假如傲天的人手里 因为他的天赋 是死亡回荡12小时 也就是在死后 回到12小时前的时候 若是你的天赋 加上他的天赋 你会发生什么 看到这我脑子一下就炸了 如果真如日记所说 我每一次死亡 都可以复制对方的一个天赋 如果我的天赋 再加上死亡回荡12小时 那我将获得史上 最强的天赋无限复制 但我并没有完全相信日记的内容 毕竟失败后的代价可是死亡 所以我需要先验证日记的真实性 然后确保自己毫无意外地 死在龙傲天的手里 否则我就完蛋了 当我准备继续翻看下一页的内容时 却怎么也翻不开 应该是设置了某种限制 随后我躺在床上 计划着明天的行动 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整个高三的学生 都已经聚集在了学校的操场上 准备开始觉醒天赋 这里有临时搭建的天赋觉醒机器 我一眼就看见了队伍里金色头发的龙傲天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也是学校里有名的富二代 我立刻朝着队伍里的班花柳如烟走去 他是龙傲天的暗恋对象 我以手机没电为由 借他的手机给龙傲天发了条短信 忽悠他到学校后山 两个半小时后终于轮到了我 我走进觉醒机器 将手按在了仪器上 觉醒机器会屏蔽掉外界的感知 因为在这个世界自己的天赋 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的 片刻后 一道觉醒讯息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果然与日记所说的一模一样 此刻我完全相信了日记的真实性 那么接下来我就不得不去死一次了 随后我来到学校后山一处隐秘的小树林 等了差不多十多分钟 龙傲天才姗姗来迟 你怎么会在这里 如果我没说错 你觉醒的天赋是死亡回荡12小时吧 闻言龙傲天的表情瞬间从惊讶变成了惊恶 他表情的变化也从侧面印证了我的猜测 我不仅知道你觉醒了SSS几天赋 我还知道 你之所以也会转来我们学校 是因为你在原来的学校造狂症发作 嘎了一个同学 虽然你在你家里的帮助下 逃脱了无者律的制裁 但是你觉得你真的逃得了吗 此时龙傲天眼睛通红 满是杀鸡的盯着我 你逃不掉的 我会向所有人记录你的行为 包括你的天赋 到了那个时候 你会被人人唾弃 这话说完 我知道火候到了 便主动朝他靠近 然后将一把刀递了过去 你不过是个只会逃避的懦夫 没有你的家庭 你什么都不是 就你这样的人 柳如烟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你 已经失去理智的龙傲天 直接夺过刀 一下刺进了我的胸口 在剧烈的疼痛中 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当我再次睁开眼时 眼前是一片漆黑的空间 空间的正中央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光球 迅速向我飞来 下一刻 我的脑海中多了一段信息 SSS几天赋 死亡回荡12小时复制成功 每一次死亡 都能够回荡到12小时之前 但是每一次回荡 都会对精神力有一定的损耗 若在精神力不够强大的时候 回荡太多次 容易造成精神崩溃 随后我又是眼睛一飞 再次睁开眼时 我躺在了无比熟悉的卧室中 我立刻抓起闹钟一看 我果然回到了12小时之前 这是一阵强烈的疲惫感传来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查看日记后面的内容 我来到书桌前 翻开了日记本之前 还无法翻开的第二页 当你看到这句话时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那么就该进行第二步了 在龙傲天觉醒天赋前杀了他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 但听我讲完接下来的话 你就不会再有心理负担了 虽然现在人族 在与万族的战争中 已经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但在十年后 龙傲天会成为人族的探索 他在天赋的加持下 快速累积功训 七年时间 便已经成为散进屋者 但后来 他偷取了人族 在万族战场东部战区 规划不了光头 然后叛头了人族 他为什么要背叛人族 你一定很好奇 他为什么要背叛人族吧 我也问过他一件要的问题 他说 他在万族战场上 遇到一个人之后 便意识到 万族有这样的人存在 人族是不可能胜利的 与其跟着人族注定会失败 倒不如趁早 其案同名 听到这我恨不得 现在就去嘎了龙傲天 而日记接下来的内容 则是教我如何借刀杀人 我立马按照日记的要求 在白纸上用红笔图写了一个图案 随后我带着这张白纸离开了家 按照日记中的说法 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地铁站 找到了二号出口旁边的一个书报亭 确认了四处无人后 我将当前的白纸塞进了书报亭 然后对着铁门规律地敲了几下 迅速离开此地回到了家中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 我估计就见不到龙傲天这个人了 因为我刚才所采取的方式 根据日记本上所说的 是拜一教在人族后方的一种 极其隐秘的联系方式 只有拜一教的高层才会知晓 拜一教 是一群不看好人族 企图通过投靠一族来获取强大的力量 保全自身的人族叛徒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活跃在人族后方 时常为万族在人族后方暗杀一些人族的天才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能泄露自己天赋的原因 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跟之前一样 所有人都在操场排队等待觉醒 唯一不同的是 今天没看到那个染着一头金发的龙傲天 就在快要轮到我们班时 班主任突然脸色凝重地说道 所有五班的同学 等觉醒完了之后 先回班级 我有点事情要说 白哥 你说老班他要说啥事啊 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大好的样子 不清楚 估计是有关天赋方面的事情吧 很快就轮到我觉醒了 果然如同日记所说的一样 我此次觉醒了两个天赋 分别是EX级天赋 死后复制 SSS级天赋 死亡回荡12小时 当一切结束后 所有人回到了班级 有敏锐的人已经发现 今天龙傲天没来 就在大家猜测到底什么原因时 班主任来了 他告诉了所有人龙傲天的死讯 底下的学生一听 瞬间炸开了锅 不断地议论着 龙傲天同学的事情 大家都很遗憾 但是遗憾归遗憾 最重要的 是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只有你拥有足够的实力 那么那些躲在暗处的蛀虫 还没办法来伤害你 接下来所有人都能得到一份 学校的资金补助 和用万族的身体制作的血石 来帮助修炼 接下来学校每个月 会进行一次修炼进度测试 优异就会得到 额外的奖学金补助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明天大家会进行 第一次气血之测试 不要迟到了 我回到家后 立马翻出了藏起来的日记本 此时下一页已经能顺利翻开 翻开后里面有一只 指甲盖大小的黑色虫子 恭喜 十年前的我自己 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说明前面的计划 你已经全部完成了 现在 你的身上 应该有这两种天赋 那么 接下来 就是你五道阵路的崛起 安心准备六个月之后的高考 一定要考上东京五道大学 这一步非常关键 现在 我来告诉你这个虫子 到底是什么 这种虫子 名叫智慧虫 是万族当中 一个非常神奇的虫 他们虽然没有攻击力 但他们每一代 都会有一只 觉醒SSS级 天赋智慧之术 这也是他们的传承方式 每一个觉醒的同族 都会具备之前 每一代觉醒者的记忆 万族 能够对人类觉醒的天赋 越来越了解 全靠虫族的帮忙 智慧之术几乎记录了 无数年来 万族和人族觉醒过的 所有天赋 你看到的这只虫 是未来人族 牺牲了无数强者 才抓到了 我得到它后 培育了很久 让它具备了一种 安心无数 被咬的人 会在两小时内生活 我还对它的智慧之术 天赋进行了一些 改造和限制 我删除了它的十年来 有关人族 和万族战斗的记忆 毕竟要是你提前知道了 未来 或许就会因为蝴蝶效应 而出现意外 相信你会喜欢 我的改造和限制 接下来 你的任务 就是获得智慧之术 天赋后 弄死它 它的尸体 可以当作 皮上尸体的药材 等你考上龙青大学后 再来打开日记 看完日记后 我将智慧虫 放在了我的手上 智慧虫直接一口咬了下去 紧接着一股 酥酥麻麻的感觉 从伤口处传来 随后我躺在床上 静静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当我再次睁开眼时 又来到了那个漆黑的空间 我成功复制了天赋智慧之书 但在这段信息出现之后 忽然响起了一个 机械般的声音 叮 超级智脑深蓝 结成为您服务 什么鬼 这时我忽然想到 日记本里面 未来的自己所说的 他对智慧之书 进行了一定的改造 还说自己一定会 喜欢他的改造 莫非 这就是他的改造 随后我通过询问 得知了这个智脑的各项能力 第一是鉴定分析 能帮我识别人族 和万族的天赋种类 各种天才 以及地堡的鉴定识别 第二是向导 能够帮助我在修炼时 告知我正确的方式和动作 第三个应该是 未来的我改造后的结果 类似系统面板 可以显示身体各项信息 我苏醒后 利用智脑对身体 进行了一遍数据分析 从中找到了 最适合身体的 万族炼体术和先天胎吸法 万族炼体术 可以模拟万族中 不同的种族 进行针对性的修炼 而先天胎吸法 不但能提升物性 还能增加炼体术 和5G修炼的速度 这两个可以说 都是最顶尖的修炼术 在获得功法 我便迫不及待地 开始了第一次尝试 此时我仅仅用了 两天半的时间 就掌握了呼吸法的修炼 仅仅是第一次 运用这先天胎吸法呼吸 我就可以感觉到 自己的脑袋一片清明 周围的一切 似乎都一下子清晰了起来 而万族炼体术的修炼 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根据深蓝的推荐 在一进五者之前 最适合我的是 万族炼体术中的 大力元族篇 金鹏族篇和金刚牛篇 大力元族在万族当中的力量 是数一数二的 尤其是在一进五者前的阶段 金鹏族在万族中 则是以速度著称 最后的金刚牛族 最为强大的就是 其新生儿的体魄 就算在万族当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不过这修炼起来的时候 也是相当的困难 我坚持着 把三种功法炼了一遍后 已经累得将近虚脱 而且还有一股强面的肌肉 弟弟叫我吃饭的声音 我立马爬起来冲了出去 在父母惊讶的目光下 直接将桌上的食物 一扫而光 孩子他妈 还有黑毛猪的肉不 赶紧赶紧再给小白做点来 他这吃的越多 越说明气血提升大 我去买 困折放在哪 我顺道去银行局点钱 孩子他爸 黑毛猪肉现在是珍贵啊 一百五一斤 按小白的饭量 一天至少也得吃掉 个四五千块啊 吃的多说明 小白气血提升的多 我儿子只要能够出人头地 让我砸锅卖铁 到外面挡起盖公卡 我都乐意 家里还剩下多少钱 零零散散家在一起 大概还剩下五万块钱 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明天你去取出三万块钱 给小白买两副补血散 剩余的钱 全部买血食 这段时间 对小白来说是关键时期 就算是咱们勒紧裤腰带 也不能苦了孩子 我敢明儿也去看看 有没有做手工的的 看着父母忙碌的身影 我只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也在心中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努力修炼 努力赚钱 待父母还有小杨过上好日子 一定要阻止人族的灭亡 一二天 我一早便来到了学校训练馆 等待气血测试 昨天想必大家都已经进行了 第一次的练体术和呼吸法的练习 然而 这只是你们踏入武道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的时间里 你们要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气血值 根据去年的录取线来看 气血值在二十以上 才能够达到本科线 进入二本武道大学 气血值在四十以上 才能够达到一本武道大学的 最低录取分数线 气血值在七十以上 才能够达到顶尖武道大学的 最低录取分数线 所以 不要懈怠 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我必须进入的龙京大学 就是顶尖的武道大学 我目前只有四点一个气血值 听见这些录取线后 顿时一阵头大 在等待的过程 我通过智脑查看了 其他人的气血值 最高的是斑花柳如烟的零点九次 其他人的气血值 基本都在零点八一下 不过这也正常 我所在的这个高中 也就是第三安全区的一个普通高中 谈不上顶尖 天才人物自然少之又少 若是在顶尖的高中 估计会有气血值 达到一以上的天才 不过 不知道老班要是知道 我的气血值是四点一三 会有什么反应 就在这时 血液管的大夫突然被一脚踹开 一群烈行人闯了进来 将所有人团团包围了起来 而为首女人的气血值 竟然高达三千五百四十八点 烈行人是人族后方的执法人员 主要负责清除混迹人族内的一些万族和人族叛徒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 同学们好 我是第三安全区夜行人 第一分队队长夏儒 现在怀疑你们当中 混入了一个重伤在逃的败义教徒 所以 希望大家配合我们进行抓捕 夏儒的话 让训练场的所有人都有些惶恐不安了起来 败义徒的凶残几乎无人不知 根本不是这群学生能搞定的 夏儒也察觉到了众人的情绪 正准备安放 这是突然一个学生模样的男人拿起刀刺穿了鸡坤的胸膛 然后又抓起了柳如烟所 用刀抵住了他的脖子 真是个不错的好瞄子呢 这个小丫头初次气血值测试居然有0.91 这资质 在第三安全区的一些顶尖高中里面 也算是不错的吧 假以时日 想必也至少是一个三境 乃至四境五者 这样的一个人才 夏队长你说要是就这么死在我的手里 是不是有些可惜啊 我这条烂命 换这么个人才 也算是够本了 放开他 我可以让你走 就喜欢夏队长你这样的聪明人 夏如虽然很生气 但目前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选择暂时妥协放他离开 看着本来约定一起上前线杀敌的击捆 如今却躺在了血泊之中 我心里一阵的酸痛 放心 你不会死的 紧接着我迅速朝着男人冲了过去 男人被我的举动给吓了一遍 臭小子 你找死 我立刻感觉到生命正在飞速流逝 眼前再次陷入了黑暗之中 你已被拜议教教徒立风杀死 复制天赋成功 恭喜获得A级天赋 改头换面 伴随着一段信息涌入脑海当中 我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又死了一次 这种死法是真难受 我步步的死亡回荡后的副作用立马爬了起来 如今距离气血值测试还有12小时 我必须想办法救下鸡坤 虽然提前知道了未来 但我不能进行太多干涉和改动 因为万一改动太多 导致蝴蝶效应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害死更多的同学就得不偿失了 很快来到了测试时间 这时的班主任正在讲解录取分数线 在这之前 我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应对准备 并没有去干涉事件的轨迹运转 在夜行人闯入训练馆的时候 我让鸡坤和我互换了位置 并且让智脑在感应到败义交要动手的时候提醒我 一个猛哭 但后背依然传来了被盗人划破的疼痛 男人此时看我眼神有点惊讶 实在没想到我能从他手里躲过一劫 随后迅速一把挟持了另一侧的柳如烟 陷入了和夏如的对峙中 我之所以没有让柳如烟避免被挟持 就是担心男人一下没得手 想要鱼死网破 造成更多同学伤亡 我们商量一下 用我来交换你手里的那个女孩怎么样 你挟持她 无非就是因为她的资质不错 让你的谈判更有价值 如果我作为你的人质 你将拥有更大的谈判资格 在男人和夏如疑惑的目光中 我走向了一旁的气血测试器 将自己的血滴进了仪器当中 片刻后 一声响亮的播报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气血值4.13 我去 4.13的血气值 哪怕是放眼整个人多 都绝对撑得上顶尖的绝世天才了 所以挟持我 是不是要比挟持你手上的那个女孩 要有价值得多 不行 这位同学 作为夜行人小队的队长 像我这样的天才 那绝对是他们要全力保护的对象 你过来 我就放了他 我警告你臭小子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 放心 只要你不耍花样 我也不会搞小动作 臭小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现在落在我手里 你可逃不掉了 夏队长 接下来要怎么做 想必不需要我来提醒你了吧 立峰 你冷静一点 你不就是想离开吗 这样 只要你放过他 我亲自安排人将你送到万族战场上 让你逃往万族的领地如何 少废话 接下来 一切都听从我的安排 就在这个时候 立峰忽然感觉眼前一阵头晕目眩 主人 软骨弥香发作了 夏队长 你手 同学 同学 你没事吧 没事 这是软骨弥香 难怪我能直接秒了它 我先把这家伙的S体处理一下 一会你出来找我一下 我有事要问你 白哥 从今以后 你让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要不是你 我怕时都凉了 赶明请我吃顿大餐就行 小白 谢谢你 刚才要不是你的话 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背后的伤没事吗 要不我帮你包扎一下伤口吧 没事 都是小伤而已 习武之人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倒是你 没下坏吧 我没事 谢谢你 我很好奇 你一个普通高中的学生 为何会随身携带软骨弥香 软骨弥香的价格应该在三万左右 我看你的穿着 家里面应该不算富裕才是 怎么会花钱去买对修炼 没什么用的软骨弥香呢 是这样的夏对长 您也知道我家庭不算富裕 市场上卖的补血赛 最便宜的也得五千块钱一幅 我这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修炼了吗 所以我就想着看看 能不能够自己买些药材 配置一些气血药品 没想到气血药品没有配置出来 倒是误打误撞配置出了 类似软骨弥香的东西 我的解释并没有让夏如怀疑 反倒让他觉得有些惊讶 没想到你不仅在武道上 拥有如此高的天赋 在药剂研究方面 也如此有天赋 这一次抓捕拜议教教徒 你可以说是鞠躬至尾 我会上报业行会 争取给你申请一个 见义勇为的奖金 夏队长 方便问一下奖金有多少吗 你这种情况 我试试看能不能帮你申请 一个二等的 大概能有个十五万的样子 眼下正确钱 十五万简直比我家 一年的收入还多 那就麻烦夏队长您了 以后你就叫我如姐吧 回头暑期实习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 加入咱们第三安全区的夜行人 到时候我亲自带你 而且你也可以考虑 加入咱们大厦的研究员工会 研究员工会有个专门的论坛 上面可以上传一些 自己私人配置研究出来的 药剂配方 如果上传通过 是可以获得金钱奖励的 而且后续被人下载引用的话 你也会得到相应的收益 上传药剂配方吗 除了药剂配方之外 研究员论坛上 还会有人上传链体术 呼吸法 还有一些5G之类的 有一些因为才刚刚创出 所以出售的价格 会比市场上便宜很多 你这样的资质 最好修炼好一点的 练体术和呼吸法 还可以上传练体术和呼吸法吗 看来一些时候 不是没有赚钱的方法 只是自己一时之间 被之前的一些思维 给禁锢住了 我知道了如解 那没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祝你能够在高考中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夏如走后 班主任便走了过来 让我去一趟校长办公室 片刻后 我在班主任的带领下 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看来我气血值的事情 校长也已经知道了 校长叫我过去就两件事 先赞扬了一番我今天的行为 然后告诉我 学校决定给我发布 建议永违奖和特殊奖 一共20万 当面发放 希望我能拿着这笔钱 好好备占高考 为学校争光 放学后 我背着一书包的现金 来到药材市场 准备购买一些材料 根据智脑给予的配方 研制一些药品出售 在购买的差不多后 我便带着剩余的现金 回到了家 哦 你是卖了个身 还是卖了个身 哪来的那么多钱 小白你可别做什么傻事啊 放心吧 我今天学习值测试为4.13 所以这是学校给我发的奖学金 父母在震惊之余 还是叮嘱我要好好修炼 不能骄傲自满 好好准备六个月后的高考 跑一个重点的武道大学 晚饭后 我回到房间准备研究一下 夏如白天建议我加入的研究院 研究院工会负责研究的范围很广 从万族的弱点 到人族修炼的炼体术 呼吸法还有武技 修炼用的气血药品等等 都是研究员工会的成果 每一个踏入武道的人都可以申请加入 互相分享和售卖自己的研究成果 不到一会 我的申请就通过了 作为一名刚加入的成员 我首先需要尽快提升研究员的等级 自己可以上传帖子或者回答问题 被采纳的越多 等级就会越高 为了能尽快地获得所有权限 我通过智脑提供的答案 在不断地回答问题 上传链体术和药剂配方 等级很快就突破了一笔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不知不觉在电脑面前做了一个通宵 等级更是来到了九级 个人账户里面 更是躺了足足上百亿的大下壁 此时我并不知道我的出现 已经在研究工会内部引起了异常震动 就在我沉迷于帖子发布的时候 家里的大门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只见几名穿着战甲的人员恭敬地站在门外 你好 请问 是白研究员的家吗 我们是研究员工会最高密位 封命前来接白研究员和他的家人 前往第九安全区的中心龙城 就是白研究员的父亲白大山先生吧 白大山此刻似乎有些明白了 这个什么最高密位口中所说的白研究员 貌似是自己的儿子 你们是找我吗 白研究员 事不宜迟 请赶快带着您的家人 和我们一同赶往第九安全区吧 不瞒您说 以您的身份 您和您的家人 在第三安全区并不安全 我直接换出深蓝查看的面前 这几个战甲男人的信息 发现这些人的实力都强得可怕 竟然都有一亿多的气血值 都是七进五者 这样的人 现如今居然恭敬地叫我白研究员 此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凭借我在研究会论坛上展现出来的东西 就已经成为了 可以促进整个人族发展的重要人物 为什么突然要把我和我的家人 带去中心龙城啊 是这样子的白研究员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 以您目前的重要程度 待在第三安全区是很不安全的 其实不只是第三安全区 整个人族的各个安全区 其实都不安全 不知道为什么 近些年来 拜一教在各个安全区越发活跃了起来 早年间 不少刚刚觉醒天赋的天才 还没来的吉他上舞蹈 就被拜一教的教徒暗杀了 目前大厦最安全的地方 恐怕就只剩下了中心龙城了 白研究员 以您的级别一些事情 我也就没有瞒着您的必要了 据我所知 目前人族内部有问题 看来人族的现况 似乎并不是那么乐观 外有一族战争不断 现在人族内部也出了问题 内忧外患 这么看来 十年之后人族灭亡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车子大概开了五六个小时的样子 我户人对外面传来的一道巨大声响吵血 不好有底血 该死的人族叛徒 白研究员 我护送您先到附近的安全地点 就在我刚离开装甲车的瞬间 我父母以及弟弟所在的装甲车 被一道从天而降的垫起 就在我还沉浸在家人去世的悲痛中时 一道身影 凌空而立 八经舞者 人族后方居然还隐藏着你这样的拜一教徒 拜一教 不要拿我和那群废物相提并论 白研究员 这里距离第七安全区很近 我已经通知附近的夜行人了 你朝着那个方向跑 应该没有多久就能够遇到他们 我在这里拖住这个家伙 一个七经舞者 是谁给你的拥剑 阻挡我一个八经舞者的 战甲男人没有理会 随即从怀里掏出一个针管 猛然扎向了自己的手臂 血命针 打了之后能够大幅度提升实力 不过十分钟之后 必死 这么拼命 为了这该死的人族 值得吗 藏头鹿尾之辈 敢不敢爆出你的名号来 我都隐藏样貌了 你觉得我会轻易泄露 我自己的身份吗 就在二人对话之际 我也在死死地盯着 天空中的那道身影 但是七经和八经的差距 实在太大 很快战甲男就被秒了 终究还是实力差了些 现在也该结束这一切了 下一秒一带灵力的剑气 便向我袭来 你已被人族叛徒杀死 复制成功 恭喜获得SSS级天赋 渐心通明 随后我刚好回荡到了 刚刚选择加入研究员工会的时候 我看着界面 并没有着急选择加入研究员工会 而是在回想之前 十二个小时发生的事情 我是在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 从零级研究员一路升级到了 九级研究员 而也就是在升级到 九级研究员没有多久 研究员工会的最高密位 就找上了我 这证明 研究员的资料 其实一直在研究员工会 很有可能是透明的 如果你只是缓慢的升级 兴许还好 但是如果是我这种 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升级的 那么自然是会受到极大的关注 还有那个八进五折 也很有可能是人族的高层 这意味着 在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之前 我的智慧之书一定不能暴露 要想阻止十年后的人族灭亡 不仅得拥有强大的实力 还要一步步的谋划 揪出人族内部的蛀虫 真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随后我呼唤神来 调出了剑星通明的介绍 SSS级天赋 剑星通明 剑星通明 在剑道方面拥有 无与伦比的强大天赋 所有剑道5G都能够 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炼到圆满 剑道的修炼速度提升百倍 剑道的领悟能力提升百倍 剑道5G在手中发挥出来的 威力提升百倍 这剑星通明就算在SSS级别天赋中 也绝对算是顶尖的了 如果说死亡回荡12小时 是辅助类SSS级天赋的天花板 那么这剑星通明 简直就是战斗类SSS级天赋的天花板了 虽然说短时间内 快速提升研究员等级是不可取的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发布帖子 回答问题 的确是可以获得大量的收益 那样前期的修炼资金就不用发愁了 随后我再次选择加入了研究员工会 我现在是零级研究员 两天半后再提升到一级研究员 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第二天 我花费了三万块配置了三十副撞骨氧机赛 随后开始练习起了万毒炼体数 一个月的时间 悄然而逝 终于踏入一镜五车了 这是我的研究院后台收到了一条消息 尊敬的就是组研究员 我是丹丰教公司调方授权谈判员 想和您谈一谈合作的事情